说到古剧机,周周的脑海里,立马浮现出来两个经典角色,一个就是在两个女人之间犹豫徘徊,该断不断的和舒怀,还有一个就是撇下小燕子,取了句话,还跟只话生猴子的五大哥,感觉好像都不是那种。 很完美的男人哦。然而,生活中的古剧机却恰恰相反,堪称绝是好男人呀。 1月19日是古剧机妻子的生日,她分享了四张度假照,并说道,喜欢和你翻贩布,只生日雪糕草不好。 不太生日快乐,古剧机还长调,不是放闪,是放假,明日是假日再也无惧,生日最大,放闪就放闪呗,古剧机向来低调,难得的狗粮大家还是非常愿意收的,不用解释这么多哦。 古剧机分享了老公视角的妻子,从电影看,成韵琴打扮还是蛮朴素的,穿着军绿色大衣,围巾时的发伤显得有些凌乱,应该并没有因为今天是生日时做过发型,是个真性情的女人。 古剧机牵着妻子的手,在身后为她拍照,这一举动可以说非常暖啦。 古剧机也分享了一张自拍,颜值高的人拍照都是不用美颜的,古剧机便是如此,照片看起来黑漆漆的一片,起码瞧一下光线嘛,也太没有偶像包袱了吧。 然后,画面又切换到了爱妻的别影,陈韵琴提着购路大英姿大爽,走路带风,气场十足,确定是在度假,不是在赶路吗? 你的小可爱古剧机都快要跟不上了,这个生日过得也是很随意了,竟然蛋糕都不准备一个,用生日雪糕来带气。 不过,这个雪糕看起来同样是羞涩可参,让人垂形三尺,大概在古剧机的眼里,这是一种必要的浪漫吧? 为什么说古剧机是个好男人呢? 因为1993年,古剧机签约成为艺人之后,陈韵琴就成为了他的铁身助理,当年25岁。 古剧机只有21岁,两人日休生情,陈韵琴也为了古剧机放弃了高薪职业,一直甘愿当古剧机背后的那个女人陪伴在身边。 古剧机一,直都忠情于陈韵琴一个人,可以说很专一了。 其实,姐弟恋差四岁也不算大,但是,古剧机梦把陈韵琴帮到了46岁的时候才娶她,早已过了生育年龄,当然这不能怪陈韵琴。 如果古剧机早点公开两人的关系,或者早点娶陈韵琴,两人的孩子应该已经很大了。 而今天是陈韵琴的51岁生日,生育子女的可能性就更小了,但是古剧机还是很负责任的对她不离不弃,还表白爱情,愿让人能愿得一人心,把手不分离。 。